如果侯友宜市長能夠給我這個回答 我想他會是對於鄭南榮75 所以名單來說是最好的禮物 話說到哽咽 鄭南榮女兒鄭竹梅 就判解開心中最難解的解 在2018 2019之後 我去看了政治監控檔案 我發現當年在警政署 拘提鄭南榮的計畫裡面 其實是有三個方案的 我想請教侯市長 不知道你是不是還有印象 當時候是怎麼樣做出這個決定的呢 當時候為什麼要採取這麼強烈的措施 鄭竹梅當年才9歲 父親鄭南榮因為主張台灣獨立 被指控涉嫌叛亂 將自己自求在雜誌社裡 而當年擔任刑事組長的侯友宜 奉命拘捕 最後鄭南榮選擇自焚 鄭竹梅透過歷史檔案才發現 號稱鐵漢柔情 卻是如何的鐵石心腸 我相信民眾 自有一定的公平 我尊重 所有人的觀點 我最重要的 我現在要好好的為人民努力做事 把問題交給市民判斷 那如果事件重演呢 我相信一個時代一個時代的制度 我們都是依法 好不好 依法行政本來就是公務人員應有的態度 反觀對手林佳龍 趁了學運世代 在鄭南榮75歲名單時 獻花追思 胡友宜陣營卻跳腳 林佳龍市長來鄭南榮基金會參觀 是由我們的董事所邀請的 那我覺得所謂的政治操作 其實應該是說 我個人認為這樣的回應 才是一個政治的操作 正是這樣的回應 才是造成家屬的傷控 每逢選舉 侯友宜這段33年前的歷史往事 就會被翻出檢驗 就算時空背景轉換 她面不改色 態度依舊 近期網紅星吳俊瑋 採訪報導